做人呢 不能有傲气 但是要有骨气 夫妻感情也是一样的 你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给他更多的关心就够了 朋友交往也是一样 我不需要去攀缘 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 有更多的能力 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助到你 够了 所以你改变他干什么呢 当有一天你不再理他 不再改变他 而是专注于提升自己 他有可能就改变了 或者你改变得更好了 对不起老娘不需要了 所以你去提升自己 结果是怎样的 我们都可以接受 他回心转意更好 不回心转意我也可以接受 我自己强大了 无所谓